那么接下来 法律漏洞的填补 法律漏洞填补呢 是我们2018年以来 新增的一个小考点 考了这么几年了之后呢 相对来说啊 它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是呢 有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还是要知道 首先第一个 法律漏洞概述 什么叫法律漏洞 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 在这儿呢 你要注意了 它的性质 这种不圆满 它是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 如果是有意的 在立法的时候 就人为的留下 刻意的留下的不圆满 不能叫法律的漏洞 那叫做什么呢 那叫刻意的留白 是不是啊 这个事儿目前呢 不适合我们去讨论 是不是啊 我们就暂时不讨论 是不是 你比如说 我们讲 这个前些日子 那去年吧 前些日子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做出了一个非常赋予争议的 特别有舆论影响力的判例 就是堕胎权 相关判例 那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一句话总结 就是说堕胎这个事儿了 我了 联邦最高法院了 不管了 交给你们各州自行判断 以前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他就说堕胎这个事儿 那我们是要用最高的司法权力 对他加以判断的 加以控制的 是不是啊 我们有自己的一条标准 但是现在了 他明确说了 这事我不管了 我管不了了 那么 有人就会说 那我们中国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你看我们中国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法律 还没有去讨论这个现象 它的法律意义 它的法律相关的设计 都没有讨论 我们现在了 是有意的保持沉默 那这个事情呢 那我们只是在 比较谨慎的原则上 我们做了一些 临散的 很细微的这种规定 没有像美国社会 旷日持久的 那坚持不懈的 从各个维度 从各个方面 那在不同的层级上 都对堕胎权做出讨论 那这个 社会人也讨论 法律人也讨论 地方也讨论 他联邦也讨论 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了美国社会 在堕胎权这个问题上 结果就撕裂了 是吧 你看他现在 把这个堕胎 合法与否 这个事情 扔给各州了 那么这个各州 有各州的做法呀 有的州就认为 堕胎就是违法的 有的人认为 堕胎合法的 有的州认为 我不知道 我两边摇摆 只有我最摇摆 那么这样久而久之了 他其实就会造成 州与州之间了 在这个问题上 以灵为何 持续的撕裂 是吧 那么以前了 这个联邦法院了 联邦最高法院了 还把这个堕胎的事情 是否违宪 拿在自己手上 紧紧的捏住 那现在他又放开了之后 哦 我们可以想象 那美国社会 由此就会产生 一些新的争论 甚至是新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到 这个法律漏洞 那他的性质 就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 漏洞不能是法外空间 而只能是法内空间 这就好像我们开玩笑说 青春痘长在哪里 我不用担心 只要不长在我身上 我都不担心 是吧 长在别人身上 我就不担心 因为这个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是别人的问题 那只有当漏洞 出现在法律身上的时候 属于法内空间的时候 它才构成问题 接下来 第二 法律漏洞 不是简单的法律缺失 而是不合目的 或者说 依照目的 被评价为不好的缺失状态 这当中我们举个例子 花盆有洞和花瓶有洞 花盆下面的洞 是合乎目的的 就不能叫漏洞 只有花瓶上的洞 破了个洞 不合乎目的 才叫漏洞 那我去买花盆 在店里边 把每个花盆翻过来看一下 看完了之后 我跟老板说 老板 你这个花盆 每个花盆下面 都有个洞来 都有个漏洞来 老板会怎么说 孩子 你停药 时间不能太久 药不能停 赶紧回去吧 这次加大剂量 这不老子有病吗 那叫排水孔 那不叫漏洞 是不是 那么我们讲 如果是法律有益的 不过问的事情 它就不构成法律的漏洞 就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到 成因 法律漏洞的出现 第一 跟立法者的理性有限 是相关的 立法者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呢 在定规矩的时候 难免会留下漏洞 那么第二 叫禁止拒绝裁判原则的存在 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它是个什么内涵 是吧 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上 就有一些钻法律控制的人 他就会想千方设百计 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出来 送到法院去 那么法院呢 他是咬着牙都得裁判 因为有禁止拒绝裁判 你法院法官你不能随便找个理由 就是说我拒绝裁判 那法律是禁止你这么做的 你咬着牙都给我判了 所以咬着牙去过问 这些稀奇古怪的诉求 接受受理这些稀奇古怪的案件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 法律的漏洞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叫法律漏洞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了 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 根据有没有规定 我们就可以分成全部漏洞 和部分漏洞 那全部漏洞就是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一点都没有规定 那部分漏洞呢 就是对这个事吧 对这个漏洞吧 有意识 做了相应的规定 但是呢 我这个规定了不完全 那么从表现形态上来看 漏洞可以分成明显漏洞和隐藏漏洞 这是我们看到最多的 最常见的一种分类 那么明显漏洞说的就是 应该积极规定 但是没有规定 而隐藏漏洞说的就是 规定了之后该设例外 没设例外 那么这个明显漏洞呢 该规定没规定的 我在这儿取个典型的例子 在我们的刑酒修正案出来之前 我国刑法应该对男性违欠 男性做出相应的规定 但是呢 一直以来就没有规定 导致实践当中出现了大量的 男性违欠男性的案件 却得不到法律的救济 那就是出现这么一个明显漏洞 那么隐藏漏洞了 就是规定了之后了 该设例外 却没有设例外的 你比如说 在明法当中 就有这种叫做子女 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 这么一个规定 但是在实践当中呢 那你看到有这种 父母属于智力严重障碍的患者 他们连养活自己 照顾自己都没有能力 如果按照法条的要求 还要他们履行 抚养子女的义务 请问这个事儿 是不是让你直观的感觉到 他不正义 他不合理 对吧 所以呢 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 他其实应该设一个 相应的例外的规定 那就是这个父母呢 他要有履行义务的能力 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怎么弄了 但是该设这个例外 却没设例外 所以这叫隐藏漏洞 平时你看不出来 觉得他没问题 但是一旦遇到了这种 比较特殊的个案 这个漏洞就显现出来了 那么产生时间了 有自始漏洞 有次后漏洞 次始漏洞了 顾名思义 就是打凉胎里边 带出来的 那么次后漏洞了 就是开始 他并没有什么漏洞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条件的变化 这些漏洞显现出来了 比如说 我们以前的国旗法 国旗法呢 是90年代初制定的 那92年吧 93年 在制定国旗法的时候 我们还是担休 所以国旗法的潜词造句 就这么说的 星期天不省国旗 那除了星期天之外 周一到周六都得升国旗 但是没过两年 你就知道啊 我们开始搞双休了 所以 全日制的学校 依据法律规定 他得周六升国旗啊 降国旗啊 但是 你外面的条件变了 星期六已经是放假了 谁给你升国旗降国旗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伺候漏洞 那当时单修 这不是漏洞 但是后来变双修 这就是漏洞了 是不是 随着我们社会技术的发达和进步 将来这些漏洞越来越多 比如说 人工智能 AI开车 AI开车了之后 发生了交通事故 找谁负责 找AI吗 AI说我就是个程序啊 你叫我去坐牢 我也没有实体坐不了牢啊 是吧 那么现在就有这个争论呢 要么就是造车的公司来负责 造车公司 说我就造了个车呀 这AI不是我写的呀 要么就是写AI的公司来负责 写AI的公司说 那这个AI 那 他怎么去负责了 那 他是车翻了 他不是我AI 那 我AI翻了 我AI负责 你是车翻了吗 对吧 那最后说 那你俩都不负责 能不能想办法 我们再找一个途径 让保险公司负责 保险公司说你有病吧 我给你负这个责 所以现在 随着这个技术的发达 那你看 慢慢的 有一些既有的法律 在新的技术 新的科技面前 就会暴露出自身的短板和漏洞 那么在自制漏洞当中 又明知漏洞和不明知漏洞 明知漏洞 就是有意的沉默 这个事 我们知道这是漏洞 我们把它交给别的场合 在别的条件之下去解决 那么不明知漏洞 就是我们确实有疏忽 有认知的限制 那么在这 我要把明知漏洞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了 说有些事情了 整个法律就是有意的保持沉默 我就根本都不调整它 像这种就不构成漏洞 而明知漏洞指的是 这个问题我意识到了 这个洞我看见了 那我是把它交给别的主题去解决 所以你要注意啊 这种法律整体上 我不调整它 这种沉默和我看到了它 已经是漏洞 我调整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个漏洞 我再交给别的主题 或者交给别的场合去解决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那么接下来 第三个叫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 那么我们说 法律漏洞的填补 就两种基本的方法 第一个叫目的论扩张 第二个叫目的论线缩 那么目的论扩张 适用于什么情形 就适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叫做法律词不达意的情形 也就是明显漏洞 该规定没规定的时候 那么该规定没规定 我们就人为的把法条 适用的范围扩大 把这一类案件包含进来 比如说 在刑酒休战之前 刑法应该规定 男性违宪男性 构成违宪署罪 但他没有规定 那么在实践当中 司法机关不可能说 那因为法律没规定 有这么个漏洞 那我们对男性违宪男性的案件 我们就拒绝受理 我们就判受害人败诉 这当然都是不对的 那怎么去判了 那就是运用目的论扩张的办法 直接的把猥亵罪的法条 予以扩张 怎么扩张了 大家可以听一下 在一个典型案例当中 法官是这么论证的 说猥亵罪设立的目的 是为了保证人的性自主权 我的身体我做主吗 不容他人侵犯 那么性自主权是人的性自主权 这里的人既包括女人 也包括男人 也说男性和女性同样 不受猥亵 是吧 所以男性猥亵男性 他也是侵犯了男性的性自主权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目的 保护男性的性自主权 就应当把这个行为认定为猥亵罪 这样通过目的论扩张的方法 就把男性违宪男性的案件 纳入到了法条的适用范围之内 原来这个法条是不包含这类案件的 叫做词不达意的 但是现在通过目的论的扩张 这种办法把这个案件包含进来 从而相对妥当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当这个指导性的当这种典型的案件 变成指导性案例的时候 那基本上各地对这种案子 都是按照这个套路去判 那么久而久之 就形成司法 倒过来推动了立法 然后在刑酒修正案 修正的时候 就修改了法条 扩大了猥亵罪的适用范围 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么一个漏洞 那么接下来 什么叫目的的限缩 这种方法就是基于立法的目的 人为的缩小法条的适用范围 就是对于这种言过其实的情形来适用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 这个法条看起来没什么毛病 但是在实践当中 就遇到了一对智力严重障碍的父母 连自己都养不活 他怎么去抚养子女呢 怎么去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呢 所以法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直接运用了目的论限缩的填补方法 他是怎么论证的呢 他就说法条的规定 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 其目的首先是在于保证子女的健康成长 而不在于父母强制履行这个强制父母履行这个义务 所以你注意他的这个说法啊 非常具有创造性 首要的目的在于保证子女的健康成长 而不在于强制父母履行义务 所以基于保证子女健康成长的这么一个目的 我们认为 智力严重障碍的父母 无法以自身的能力保证子女的健康成长 所以把智力严重障碍的父母 就排除在父母之外 就排除在履行义务的父母之外 这样把这个案子排除出去 人为的缩小了这个法条的适用范围 这就叫目的论线缩 这样就比较妥善的解决了个案 那么我们刚才举了两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直接感受到目的论扩张和目的论线缩 他们的魅力所在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就要注意了目的论扩张不同于扩张解释 目的论线缩也不同于线缩解释 扩张解释和线缩解释都不能够人为的变动 法条的适用范围 而目的论扩张和目的论线缩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在极端情况之下 可以出于法条的目的 人为的扩大或缩小法条的适用范围 所以他的这一个解释适用的空间 要比扩张解释线解释大得多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叫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